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山上数位集会中心 DOC 学员 我姓苏 名传经 今年七十岁 我自认也是一个最笨的学员 我在山上 DOC 数位集会中心上课 也是在四五年前 九十八年的时候 我看到报纸夹报 在这个之前 我是在台南市的开源国小 第一次接触电脑 我当时学习电脑的动机是 因为我是一个电脑白痴 对这个电脑是一窍不通 也是从开关机都不会开始学习 到现在四五年来 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教育部给我们一个资助 加上昆达的一个精心的设计与安排 那么请一些专业老师 还有我们天老师的心土之道 所以四五年来 让我们学习的学习到 虽然是还没有进步到 我很满意的地步 但是目前最起码 已经脱离了电脑白痴的不雅之称 那么在上了这么多课程 当然我是有课必上 因为我报了一个 活到了学到了 所以我有课必上 我没有选择性 那么我对这个老师上的这些课 我所深深的感受到就是 每一个老师都是很专业 我有时候很羡慕老师 有这种专业的技能 有时候我在看老师打字 哦好快 我都觉得好羡慕 老师也是给我开导就说 多打多练就对 所以我是想 虽然我是年纪最大的 但是我像不想输给这个年轻的学员 这个我想给你们能够平起平坐 那么我想给我们一些学员 能够互相勉励 互相鼓励 也就是说我刚才所讲的 我们活到了学到了 那么这个知识领域是无止尽的 最后我们希望能够 我们的老一辈子 能够不要苏人的年轻的一代 能够虽然不能说 我们一定走到科学的尖端 最起码我们不要太落后 完毕谢谢 我叫杜雪梅 我今年48岁 我在去年102年 接触我们来到我们的 山上数位机会中心 学习电脑课程 我真的很高兴 能够有这个机会 能上这个课程 电脑的课程 因为现在电脑的使用率很高 我之前都没有办法去接触电脑 因为大朋友他们电脑都占去了 我都没办法去使用 现在他们都有各自的电脑了 虽然老旧的电脑换我 可以使用 我真的很高兴 可以来上这个电脑课 让我学习很多 我从基础的 最基本的一直学 可是 因为我们年龄上是有差异 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有比较缓慢 经常会忘东忘西 都很麻烦老师 请问老师 但是老师他们都很高兴 都不会觉得说我们很啰嗦 我们都教不会 真的 我很感谢每个课堂的老师 因为他们真的很兴趣地教我们 学习电脑 每个课程我觉得很棒 真的 我为了要有上摄影的课程 剪接的课程 我儿子去买一台数位相机给我 让我说可以拍照 然后练习 剪接 怎样做效果 我真的很高兴 因为我在学习会比较慢 我会慢慢地学习 真的很感谢说 我们山上数位机会中心 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 去学习电脑 真的电脑不是很大的问题 只要我们认真去学习 重复的学习 重复的使用 再上网 不会就会一直学 一直学 然后打打一直打一直打 一直练习 就会有成功的一天 然后我觉得说 学习不要说害羞 说不敢问 不敢学 不要去练习 这样子是对我们不好的 我们就是学电脑 就是要多练习 然后多发问 有问题就一定要问老师 把老师考倒 然后我在这里 勉励我们的DOC的学员 大家用心努力地去学习电脑课 也订问老师 好这么多吗? 谢谢大家 地面 咧 我 勉励我们的 кр это 完学 很好的 我 我 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